今日被攻擊城市,波爾塔瓦 這是俄羅斯展開有斯利最厲害的飛彈打擊之一 來自烏克蘭總統辦公室的說法 這次是波爾塔瓦,算是烏克蘭中部的城市 數十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 所以這個傷亡數字,在襲擊來說 我記得應該是最高的 主要是因為有兩支飛彈,即是彈道飛彈 相信是來自伊斯坎德爾 否則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 就是來自北韓的火星23,隨便一支 兩支彈道飛彈攻擊一間機構 以及附近一間醫院 那個機構,其實就是一個軍事教育機構 主要是教電訊、資訊、科技 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地方 內政部長已經在TG頻道寫了 今次的攻擊,衝擊附近建築物 主要是窗截至碎 今次的死亡人數達到41人 不過,最新的更新 又已經升到47人 這也算是由開戰至今 最嚴重的襲擊 比上次攻擊基庫兒童醫院那次 應該是更嚴重的 說起波爾多瓦、波爾塔瓦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的紅色點 在正烏克蘭的中心點 如果大家留意這個地方 它也是一個28萬人口的地方 不算一個小城市 我們稱為中型的城市 它也是一個軍事中心 為什麼呢?因為它有機場 它也有大量的軍事訓練設施 在這裡 它本身也是四東八達的 是連接基庫和哈爾科夫的中樞位 所以這個地方 波爾多瓦也是屬於一個 樞樓交通的重鎮 沒有想過今次會受到俄羅斯的攻擊 但等於你說今次的攻擊 最麻煩的地方 似乎就是這裡 有一個軍事的教育設施 而今次的打擊 似乎有不少人去對面 有些俄羅斯的Blogger 他們去分享今次的勝利打擊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集中了 烏克蘭不少軍官的訓練場所 今次集中攻擊的其中一棟建築物 即我們說到那個訓練學院 七層高的 大部份頂的兩層都是炸到破洞 然後那些槍都爛了 甚至乎有大量的 雅力、灰塵 以及一些死去的士兵 在這裡 基本上這裡的人數 就是看七層高建築物 可以提供幾百人 基本上幾百人就是一個營 這裡受得訓練的 都是我們所說的明日之星 所以都算是一些集中精英的地方 所以這個精英的集中營 如果今次被對方一網打盡 這樣打擊 當然是一個戰略的失誤 所以這種打擊 又令大家開始有些懷疑 就是那些軍方的領導人 是不是白癡 竟然突然間召集了這麼多的人 在這個軍事訓練中心裡 沒有將他們適當地分散在不同的各地 減輕了給對方集中攻擊的風險 所以在這裡 亦都有一些評論 講到 即是這一種 將所有精英集中的做法 其實經歷了戰爭接近三年的洗禮 朝道理都應該要聰明一點 沒有吸取教訓 所以可能今次 如果有過多的精英的指揮官 是真的受傷或者甚至死亡 我相信一些負責官僚 就真的要指出來 就真的要引咎辭職 追究他的罪責等等 不過這些情況 都是將來要做的事 即是現在要做的事 就好像澤連司機所說 就真的要立刻急召 大家要有更多的防空武器 要走出來才能頂一頂 因為防空武器 如果不足夠 其實就很難抵禦到這種規模的空襲 可以這樣說 這個城市 今次受到兩支彈道導彈的打擊 事實上 真是無法作出任何抵抗 因為相信 這個城市 是沒有任何能夠抵擋 能夠抵擋彈道導彈的火武器 要抵擋著伊斯坦德爾這一種飛彈 其實你計算 就應該要外國者 甚至乎都要用到SAM-T IRIS-T 都勉強可以的 NASM 已經問少少了 但可能這個城市 都可能未必有這一種 比較高階的防禦 甚至乎可能會有獵炮等等 沒有防空是不可能的 怎麼都會有這個防空 不過因為他沒有想過會攻擊這個城市 所以這個防禦上 我想是比較疏漏 始終要防禦對方的彈道武器 就真的要入到差不多的防禦 才能夠持續到這個功能 所以現在看上去 其實在這些中型的城市 今次波爾多亞這個 算是其中一個 接下來還可能會有更多的target 是會被瞄準的 所以我相信這方面 扎連司機除了呼籲之外 自己也要想一想 其他中型的城市 如何去防禦 以及最重要的是F16這些基地 因為如果今次的打擊 似乎比較集中在打擊那個大流 要打擊那個大流 自然在打擊烏克蘭的人才富 但如果你不做好準備 下一次伊斯坦德爾的打擊 就可能會打擊其他地方 包括會打擊烏克蘭的F16 這些機場和基地的位置 如果這樣做 就相當之危險 最近也有消息指出 伊朗很快就會附運 他們的彈道導彈給俄羅斯 去補充彈道導彈的彈藥付出 原因在於 之前的北韓火星23等等 始終都有打完一天 就算未打完都好 這些彈藥補充 都只會嚴少 不會嚴多 所以伊朗 即是我們的法德克 以及其他幾隻 我們稱為短程的彈道飛彈 都不需要用到長程 短程500公里那隻就夠了 他們足以去打擊烏克蘭大部分的地方 所以相信 俄羅斯補充了這一批彈道導彈之後 接下來和烏克蘭的導彈打擊周旋上 尤其是接下來 開始進入冬天 他們去做一個飛彈的儲備 即將會在秋季、冬季的時間 大量攻擊烏克蘭的基礎設施 又再次令到在冬季的時間 烏克蘭的部隊寸步難行 以及陷入捱打的狀態 甚至乎會不會影響到 富爾斯克這一邊的攻勢呢? 這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留意 局勢的變化